中文字幕 李嘉今年 得 pan 聣谣 expedition是我们最新版本的 獨舞 我们新场早已有了破检攻略 好了好了出大事了 小小英冠 突然叹检 science 转车参岔脚ouse 不来 夜月閉骨雷电交加 冰计生活 突然斑断如麻 天护誓静去自有阵言 江湖 要开始 锋页涌现 勇气运气 你家里创意 七星CG 最不易云出现 我不是他侠 照样先走天下 世事为装 命局隐藏战友 恨是敌对 业余黄昏 白衣柴门 谁在幕后操纵着谁 我不是他侠 一样可别真假 明强安静 眼眸眼眸眼眸 倒也不是笑话 秋花手绿 你心久 十月成败 不就去看破 一千千七恩你做 一次次为一转化 一条条轨迹多断 你会会见 一段段爱恨情仇 一片片心笑无闹 一目目风火宣言 一场场红千莫乱 我不是他侠 照样先走天下 不想想醉我美丽 是非不必动 不是他侠 顺心顺情 都在闯难关 前往神话 不是他侠 一样可别真假 八百分钟还我懂得 不是我的菜 不是他侠 春土白桃快乐 是与你把酒共话 咰咰咱咰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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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咰rav咰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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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e� 下次我给你买更酷的 那行 不是 为什么每次 你都要演老板呢 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你看看你 再看看我 就是嘛 现在十个老板九个笨蛋 还有一个是神经错乱 咱们当中就朱一品 最符合这种气质 所以嘛 你一脸的杀气 就乖乖地当保镖吧 听听你 听听你 听听 慧眼时英才 眼光就就高 这 骂我 骂我 那也没有关系 永昌钱庄 来这儿干吗呀 它咋扮成那样 我们这儿有规定 这个账本啊 一般是不给外人看的 一万两都不给看 要不不不 这样吧 老板 先看看您那一万两银子 要是啊 您把现钱都带来了 也不是不可以网开一面吗 死鬼 喂 你怎么存钱存那么久啊 区区一万两而已 还不给我办一张美容卡呢 走了 走了 老板 她 你老婆 怎么 不像吗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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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给我背话 做还是不做 做 绝对做 狗子 拿账本来 关长 我查了所有的账本 和张老头一样 出自永昌钱庄的 五百两个银票 共有三份 而且都是在同一天之处 三份 如果是为了钱的话 难不成还有两个人要死 无论是谁 一定是这个案子的重要线索 还有一个线索 这三份银票其中一份 在十天前已经被全部取走了 五百两同时被取走 我说明他急需花钱 莫非是要跑路 我们客户所有的账目都在这儿 我家 傅老板 傅老板 您这祖房的年钱 不是刚结合吗 怎么又来结算 您真是日进斗金啊 托福 托福 最近也是婆娜保佑 来了一个叫李鬼手的毒鬼 是吗 这小子呀就是一个 专门给人家整容的 在江湖郎中 好好 之前说的是倾家荡产 废尉为全无 最近也不知道在哪里 发了一大笔横财 又回来了 就 出手那就真一个大方啊 这不光他自己 就在那里贡献了五百两银子 五百两 我寻思着呢 还是透过整数先存了 省得不安全 李鬼手 看来我们得去当赌场吧 他是不是在我背后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区区一道破门 想挡住本姑娘我 你们要去赌场 好好好 我也要去 好久没有去赌场了 这次我要大杀四方 你不是还要回去赴命吗 你以为我们真的是去玩啊 不就是打个卡吗 我早就让我同事帮我搞定了 而且 执行任务的时候 渗手玩两把 非有什么事 对吧 行了 别废话了 要走咱们赶紧走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不许添乱 一言为定 给 这是二百两 可是国库的银子啊 千万不能丢了 又玩是要还的 还有 进去之后 要赶快套那个毒鬼的话 看看师傅有线索 我还输了怎么办呢 输了就把你的屁股没 你不会认真的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对了 对了 你会不会马调和薰河牌啊 什么啊 你该不会什么都没有玩过吧 弹珠不行吗 目标似乎还没有出现 太好了 我先练练手 碧石大还是天酒大 就你这水平还玩盘酒呢 玩大小点吧 来来来来来 下注下注啊 多多下注 多加大 这位客官啊 这么多银子 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 玩玩开你的那个那个东西 大 大 大 这样好了 我呀 我呀小 给我下 你赌博问我要钱 行 这点钱你都不值得给啊 我看人家了 好猜猜好猜好啊 安全啊 我加小 love you 好好好 来 一 二 三 开 小 杀大 赔小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继续 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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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来来来 怎样 小 闹偏鸭 闹 好 一 二 三 开 四 五 六 大 来 杀小 赔大 夹小 赔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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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境连魂不带力 这个小的就可以了 有钱干吗不要 在鞋子里放穷了 没他们走路不习惯 再压呢 亲爱的 我们都收了二十两了 换笔豆瓣玩好不好啊 换什么换 奇怪了 今天好不容易玩得这么高兴 对女龙之辈擦什么嘴 我就要压 压啊 乖了 说好了 出门在外 要乖乖做话 快啊 快啊 下落下落 多多下落 别人了 你们不要出现了 给你老板 您来了呀 你玩这儿什么 看一看 好嘞 我又赢哪 不好意思承让承让啊 老板出手真是大方啊 不知道在哪里做生意啊 调呗买呗 也就是给人描描眉 花眼什么的 老板这么说 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 哪天有空到你的医馆 去拜访拜访啊 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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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这个银子的橙色真是好啊 应该是永昌钱装的吧 这 这什么有这么好犹豫的 我也有好多钱存在里面啊 但是人家说 这里面的钱太干净了 好 何出此言呢 我也只是道听图书而已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掏混的工人使 然后官府在他家里面 找到很多的银票啊 你说 如果这个钱干净 怎么会在掏混工的家里有这么多呢 对不对 有没有 你慢慢玩 老板出手真是大慌啊 不知道是不是令夫人 我说这位周老板 你这是聊天还是玩牌啊 如果聊天的话 找个电话聊下去 当然是玩牌啦 我加钱敢不敢跟 开牌 来 开牌 终于让我赢了一把啊 我说李老板 你这么小的牌敢撑到现在 你那胆子也够大了 我们上当了 这个人不是李贵手 您怎么知道 赌场老板说了 李贵手是个老赌徒 他这么小的牌子完成到现在 董叔肯定不搞命 但是刚才看了牌子挺好啊 你赌计太差 玩玩就收手 那个女的 说 李贵手哪儿去了 大人饶命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只是让我 我一用带他去参加赌局 就奖励我五十两个银子 那刚才在赌桌上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我的赌局太差 玩玩这局就收手 别把五十两个输完了 应该是到那边跑 龙大哥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用猜呢 太草率了吧 因为这个门锁了 对 少废话 追了 等等 聂子怡呢 小麻将杀红了眼 走吧 来 白皮 怎么会是个白皮呢 独了 还是个大三元 拿钱拿钱拿钱 快快快 今天怎么办 有没有钱啊 小猪猪 亲爱的们 别打结了 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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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躺在这儿 我记得刚刚看到了一大笔钱 然后有人叫我脱衣服 然后有人叫我脱衣服 现在老庄也没穿衣服 难道 怎么回事 我明天在住哥哥的房间 然后我记得我看见了一大笔钱 然后就让你找不住脱衣服 我为什么会让赵哥哥的脱衣服 难道 太吵了吧你们 什么又是影子又是脱衣服的 你们在医馆过得这么快活吗 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刚才心里想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姓灵溪 走了 随随随随 去 你是不是又欺负赵哥哥的 谁欺负他呀 我明明是找朱哥哥的 我记得我拿了一件衣服 然后就去翻衣柜 我想起来了 五百两 对了 五百两 什么五百两 我记得你拿着她五百两 然后我就看到了柳姑娘 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你个猪一片 居然连和柳蓉心了 腻起来整我 看我们场儿收拾你了 要取得? 已是 怎么办? 李贵寿半路的换马车跑了 我们就不能找一辆马车吗 两条腿怎么追呀 你不懂 这是追踪的大忌就是 我管你什么大忌小忌呢 我就是跑回头我来了 你要干吗 你要休息什么 等你休息一会儿 李贵寿我跑了 跑跑跑跑 跑呗 抓人是你们的事 你们把我丢在赌场 不就好了吗 就你刚才那如痴如醉那样 谁敢把你丢在赌场啊 我那是首生 你帅 有动静 Sch 李贵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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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来看看 刀 针 水粉 还有面具 应该没错 他就是李鬼手 这就是传说中的易容啊 不愧是李鬼手 用的都是上等锅 看这才智 这手感 你就不怕 这是从死人脸上扒下来的 你这不早说啊 真是的 给别人艺了一辈子容 到头来自己容貌尽毁 真是够讽刺 你们看这半截阉感 他应该就是点来骂车的 罪魁过手 怎么办呀 线索又断了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有去 你们先回去 我去这 又打亚迷 你们告诉我会死吗 好啊你们 刚消停了几个月 又跑出去夜不归宿 还敢把我要晕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老板 放在眼里啊 你消消气嘛 我们也是有急事要办 你还敢替他说话 你替他办事 能有人给你发工钱吗 能有饭给你吃吗 能有房子给你住吗 就知道乱跑 真是有了奶都忘了娘了 你消消气啊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给我闭嘴 上次你想吃我豆腐那事 我还没跟你算账啊 你可不能污蔑我啊 我都记起来了 是你先让我脱衣服的 我赔 我让你脱衣服 我勾眼又没瞎 你玩了吗 老朱 那天你在场 你给我作证 作证 作什么证啊 那天在你屋门外边 是不是他 让我脱衣服来着 原来你早就在外面 挺抢脚了 照不住啊 这不是那么回事啊 照不住 你个吃里啪啪的东西 你又对诸恶补人海 想对我不滚 你简直恶贯满盈的节奏 我要开全馆批斗大会 批斗你 杨雨萱呢 杨雨萱这死人 又跑哪儿去了 杨雨萱我让她给我找药去了 肯定是她一个人 又去办案了 你闭嘴 你想想杨雨萱她已经失业了 她办什么案呢 就算她去办案 有人给她发钱吗 有人给她吃的吗 她有地方住吗 我们天和医馆 从来都不养闲人的 我真的让她去给我找药了 只不过那个药她比较难找 那是有多难找 说来听听啊 蛇毒 蛇毒 那岂不是今天晚上 又有蛇肉羹可以吃了 什么 你们还好这口 那当然了 那是一大条肉呢 这个老杨啊得加把劲 最好弄条又大又肥的回来 行了行了 我先把锅刷了 周周欣 你去把厨房打扫一下 你 我这儿就搬柴去 谁让你搬柴了 朱哥哥去搬柴 你去把你送手给我淘啊 怎么又让我干这活啊 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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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又不是真的带蛇肉回来 你瞎睁睹什么呀 这你懂什么呀 老板的要求呢 就算看上去 结果很扯淡 但是这个过程呢 一定要看上去 很认真 回来正好 你能不能帮我抓条蛇 要不然今天这谎 真圆不过去 蛇 什么乱七八糟的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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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蛇 别废话了 找到李贵手的老巢了 我说啊 你怎么就能肯定 这个地方李贵手的家啊 我花了三十两银子 从燕运楼的一个 整过容的歌姬那儿 得到了这个地址 不会错的 三十两 行啊 下得去手啊你 如果真的是有用的情报 比如说三十两了 三百两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说我说 你们俩老从我这儿 打听同舟会的消息 你们是不是也跟我意思意思 你们要是意思意思呢 我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你们得到的消息 肯定就会越来越多 想得美 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俩终于达到共识 我太感动了 有线索 这是李贵手的客户记录 和他日常的生活流程 丘陵 下巴垫高 老宝 脸部除皱 春光 臂部提升 喜悦 胸部塑形 这个李闺首生意真好啊 所有烟云楼的人 都在他那儿做过生意 照不住要知道了 肯定心都碎了 我看看 好奇怪呀 一个整容大夫 为什么跟 掏粪的老头见面呢 这个吴刚又是谁 难道第三个五百老是给他的 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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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吴刚是铁匠铺的铁匠 糟了 比我想象的严重很多 没想到铁匠铺里 也有同周会的卧底啊 同周会啊 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铁匠吴刚吗 对啊 不是卷轴里的名字吗 不是 刚 不是 刚才那个 不是我卷轴里的东西 不是卷轴里的东西 在那儿 干吗 刚才我是在回忆我的病历 吴刚他是我以前的一个病人 这个人呢 身强体壮 但是阳气急需 在我那儿调理很长时间了 我怎么会忘记呢 既然你认识他 我们现在赶紧去找他 行 走 铁匠 不是吧 上车这样你都看得出来 右臂比左臂醋那么多 如果不是每天抡锤子打铁 怎么会这样 老杨没看出来你这么纯洁啊 回去跟赵叔叔好好学学 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意思 这么大一口铁锅用来炒菜 得几个人吃啊 没说非得人吃了 说不定炒给猪似的 找到了 所以你们认为 这打铁的吴刚也是被鬼火所杀 大人 这个啊 你们有完没完哪 本官让你们去查张老头的案子 你们怎么又查到别人的头上去了 这跑偏了也就算了 怎么走到哪儿哪儿还死人哪 这黑白无常也没有你们的工作效率高啊 我说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敬业啊 本官每个月可都有工作指标的 你们这么搞下去 老夫的年终奖还要不要拿了 可是大人 这明摆着就是一场连环杀人案 三个人都曾收到同一个钱庄的五百两银票 而且 他们都是被烧死的 慢着 慢着 我记得你们之前不是说 李鬼手被烧死的原因 是因为烟杆点燃了马车的竹帘吗 话虽如此 但 但什么但 连环杀人案 手法要一致 动机要一致 这还用我来教你们吗 现在这几起案子呢 除了几具烧焦的尸体之外 你们让本官看到什么证据了 再这么下去 本官可要把你们几个都关起来了 不是吧 查不出你还要关我们啊 每次案发 总是你们几个最先到达现场 你说这个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我看哪 没准就是你们几个暗中串通一气 暗害了他们也不一定 笑话 不要侮辱我们的工作好吗 我堂堂戏场又不缺钱 杀这种人 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不是缺钱 我也不会干这件事情 我想到了 想到了 对 我想到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还得去一次 李贵手的案发现场 这个马车果然被人动过手脚 发现什么了 一会儿再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现在说呀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关键技能 没有 我只是想享受下这种 智商上的优越感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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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要先做一个实验 梁雨萱 你先去把马车上的毛铃 卸掉两个 是 准备 跑 驾 走 走 人 九 八 七 你为什么要看着手腕 不知道 总觉得这样数 比较有节奏 三 二 一 跳 走 看来马车的车轮确实被动过手脚 果然不是一场意外 可是他怎么会着火呢 莫非你加了火药 火药现在是管制品 别说是我了 我想是你们的话也很难弄到吧 烧死他们的鬼火 应该是这个 这是白铃 白铃 对啊 你们记不记得 我们去追捕李鬼手的时候 在现场有一种特别刺鼻的味道 那个味道让人印象深刻 很熟悉 但要记不得是什么味道 你去一趟东北饺子馆就知道 饺子 是大蒜 对 大蒜 现场出现大蒜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 凶手是个大变态 烧烤活人的时候还需要蘸蒜泥 排除了这种可能 那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凶手用了一种 烧起来味道和大蒜一样的白铃 这种东西极易自燃 人沾上之后 除非自断身体燃烧的部分 否则的话极难清理 这就和李鬼手燃烧的身体完全一样 而且存放白铃唯一的方式 就是将它完全存入水中 等一下 白铃味道这么大 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就放在被害者的身上呢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到了 但是你想想这几个人的身份 就很好解释了 怎么说 久居鲍鱼之似 久闻而不得其臭 张老头是个涛大粪的 吴刚是个满身臭汉的铁匠 李鬼手每天在青楼里 青粉烟枝 他们的鼻子早就已经失灵 这就是投放白铃的最佳对象 我知道了 如果有人提前计算好时间 把白铃倒入水里 然后藏在马车中 再在车轮上动一些手脚 同时放一根烧坏了的烟杆 时间一到水分蒸发 白铃遇到空气自燃 就会造成有人抽烟烧毁马车 然后马车坠崖的假象 对 所以我想 现在去张老头或者吴刚家里 应该还可以找到 乘放白铃的容器 比如水桶 水盆什么的 可那些只是我们的猜测 就算我们找到了 也没有证据啊 有证据啊 既然马车上有被人为 破坏过的痕迹 又有马车行的标记 那我们就顺藤摸瓜 一定会有进展的 那是灰迹马车行 我知道那儿 那是京城最大的马车制作店铺 很多的王公贵族 都在那儿定制马车 还找什么 走啊 请问哪位是老板啊 几位老板不好意思 小店最近太忙 不结伙了 这位老板 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送上门的银子都不要 这位姑娘言重了 实在是订坐马车的人太多 人手不够用了 老板 这太可惜了 我朋友李鬼手啊 之前在这儿订过马车 现在介绍我们来 人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你看 打住 别提死人 晦气得很 可是我们发现 他的那辆马车 被人动过手脚 车轮上的 几颗锚钉不见了 所以才会跌落山崖 姑娘说这话了 可得有证据 我们车行可是百年老店 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 制作完工后 会有专人检验 绝不会出现 缺少锚钉这样的差错 那会不会是你们 这里内部的人 故意这么做的 你们所说这辆马车经过摔打 又被烧成那样 缺少几颗锚钉 这是正常的 凭什么非说是人为的 这些伙计跟我都干了 十几二十年 都是我信得过的人 他们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况且 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砸了我们车行的招牌 大家可都没有饭吃 老板 您先别激动 我们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回去跟老李家人和交代 讨扰我 各位请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请 几位老板 慢走吧 下次再来 请 兄弟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没有吧 您已经认错人了 几位 这位就是我们店负责检验马车质量的 治解员马波 平日没事就在马棚里待着 很少出门 几位 就别在这里疑神疑鬼了 不送 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呀 不送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您就是朱大夫吧 您是 可否借一步说话 不借 咋什么啊 都是自己人 你就有什么话你就说呗 好 实不相瞒 我是奉您亲王之命 请朱大夫到府上一去 有要事相伤 您亲王 皇上的弟弟我没提错吧 亲王府啊 我还没去过呢 朱哥哥一定要带我去啊 现在可正是饭点 咱们没准还能蹭上一顿饭 亲王呗 他府上的饭肯定和人差不了 好 这位大人 这小子吧 有点傻 真是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亲王 还请多多包涵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们可以全全负责 如果要是领赏的话 你们也能全全负责吗 领赏 领赏 我能行我能行的 咱们宁亲王请您到府上 一定是有天大的好事 如果二位不放心的话 可以一同前往 我们也不放心 我们也要去 对对对 这保护老朱呢 是我赵某人最重要的职责了 不是要不你等我一下 你这个我 你那么突然地说我都没有准备 我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 你还那么隆重的场合 你弄得我现在很紧张 你知道吗 您还准备什么呀 马车在外边等了好久了 咱就直接走吧 请请请 好吧 走 二位留步 你拦着我干吗呀 朱哥哥 朱哥哥 不好意思 小的今天出门太着急了 就带了一辆马车 实在是坐不下了 要不二位等下回吧 下回 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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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坤蛋 就算你们俩好人了 那也是我成全的 你们这么对我 小时候有什么好地方 都是朱哥带我去的 你别哭啊 没事没事啊 不就一破亲王府吗 咱连皇宫都去过了 没事别难过啊 我给你煮食 我给你吃 谁喜欢吃威胁啊 我咱不吃呢 要不咱们吃火锅去吧 好 好啊 你要是以后都能画悲愤为实意的话 未来的生活该多幸福 你到底想吃不想吃 想吃得闭嘴 好帅啊 好帅啊 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这样 先天是来不及了 后天不知道不就还来不来得及 真可惜 鬼事我已经死了 你呀就别做梦了 年轻王 号称京城的吴彦祖 就你这里搁上五百刀 也追不上人家 吴彦祖 谁啊 三位里面请 草民叩见您亲王 快起快起 早就听说你们查案十分神勇 今日一见万分荣幸 小的只是一介草民 赤脚大夫 不知道何德何能能接受 您敬王的接见 心中甚是惶恐不安哪 我又不是洪水猛兽 何来惶恐之言呢 相反 我今天要嘉奖三位 你们足智多谋 屡破其案 为维护社会的正义 做出了贡献 朝廷上下赞赏有加 虽然平时我不问正事 但是也早有所闻 听说这次京城又出了凶案 又是朱大夫你一马当先 追踪其案 保一方平安哪 不敢当 不敢当 虽然我是足智多谋 而且确实也是美貌与智慧的化身 但是如果没有我身边 这两位大人的帮助 凭我一人之力 还是很难解决 那么多的谜案哪 好 两位高手我也早有所闻 特别是这位少侠 虽然现在东场出了事 你也负贤 但是你愿意为天下苍生 尽忠职守 尾身于小小的一家鱼馆 还放下成剑与西场协作 真是令人钦佩啊 王爷严重了 东西两场本就效力于皇上 皇上饥饿如愁 我们这些下等人 见到有人滥杀无辜 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说得好 有你们这样的子民 实乃国之大幸 对了 那个鬼火杀人案 你们追查得怎么样了 几具尸首 身份各异 平时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马上就可以发现他们 干吗 大人 依目前的线索来看 这几个人并非被鬼火所杀 怎么说 这几个人都是三教九流的穷人 最近他们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但是家中并没有搜到银票 所以我们推断 这是一起劫财杀人案 那鬼火又如何解释呢 回大人的话 那只是凶手的障眼法 只要先将被害人迷晕 然后带到荒郊野外 烧成焦炭 最后再放回那个屋子 就能造成密室鬼火杀人的假象 果然又是有人装神弄鬼啊 迷案解开了 本王也算放心了 今日与几位一聚 也算是一见如故 为了表彰几位做出的贡献 本王也略表一份心意 说吧 封赏还是封地 本王会尽力而为 绝不会亏待各位 谢亲王 你看亲王这表扬就表扬 你还还还送什么东西呀 怎么 你不想要吗 那就 要要要要要 但就是我要的东西还蛮多的 不知道先要什么 亲王过奖了 这都是卑职分内的事情 你别蹲鼻子上脸啊 女少侠不必多虑 朱大夫想要什么 但说无妨 亲王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愿 想成为一名御医 不知道 亲王有没有什么法子 推荐你去太医院 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 从此以后 你将会失去自由 你何不在民间做一个 无拘无束的快活神仙呢 饱含不出恶寄 你说什么 他说 能得到亲王的嘉奖 已经是他最大的福分了 朱大夫客气了 不客气 真的没什么想要的了吗 王爷的美意 晓得们心领了 朱大夫好眼力啊 这是唐吟的亲笔 画的是他最喜爱的歌姬 一颦一笑 眼波流转 都仿佛像真人入画一般 好美 简直不可方无啊 朱大夫喜欢 送你好了 那怎么好意思啊 以朱大夫的功劳 十副侍女图都不在画下 我会把这幅画收拾好 即可派人送到天河医馆 船令下去 权证发布通缉 务必把曹昭卿这个老贼伙 抓住 你看看这个 眼熟吗 你敢私从证悟 一定是将毒药 顺着这个白线 踢到湖里 又是一起完美的密室 杀人案件 这三个人夜闯斋锅 非得说明天李佛的马车里面有炸药 把他们押入大牢 张老头提供了炸药 吴刚提供了容器 又有人借李鬼手整合成了马波 因为马波是检验所有马车的那个人 也计划了 永远多远 永远多远 谁曾遇见 谁曾遇见 未曾相安 爱意 消失不见 深夜转我们将 pose 中国偏见 有寻生 黄色或哪让无论 一样 另一个人 线 第三季 卍遇三滔 感谢观看